文明官政府為了要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照顧地平的農業 由農業的年紀金所提供的農業報酬 今年將辦理最好一派的報酬所領 有需要今天農業記者的農業 要補得最好的機會 我們為了要提升農業的生產效率 還要來照顧我們廣大農民 所以我們今年的報酬從9月初開始 到9月30日 這個時間我們要去農會 是我們的集金的合作社長去定期 我們今年的報酬 同樣是三分之一而已 額度三分之一 上限的是五萬塊 本年的農業報酬今年是最好一家 以前也是最多 有八千萬的金額 報酬的集合有八十五項 農業可以集網站 才能向各地農會合作社長 只要是我們設計在雲林縣 實際有在從事農業的農民 都可以來申請 就是在我們集金的農會 跟我們合作社長來申請 我們今年每次都跟翁林一樣 我們入的集中 每次農民口 在用的一種 噴母集中 還有超集中 這種集中 總共有85項 所有的資料 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因為今年有保分補助款 因為文件沒有這款 造成MT補款的事情 那麼 處理委員 今年特別給農業 新進補助的文件 要求比這款 讓國府可以順利補款 在這個地方給大家補充 不過請各位農業朋友 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入宿 已經包下去 大家的口座 出現幾間 還沒完成而已 請以後 農業朋友 如果要給這個速度 那麼快 他就是我們買農業 那時候 我們開這個收益 一定要要要求 我們農業行 把我們開座 因為這項四年 三十月的農業安理基金 是有代算六金 所管制 今後是不是還會繼續辦理 要看未來的主信者 是不是可以再進出到 六金的合作 記者 宜憑委 蔡王報道